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到萬華小旅行 體驗在地民情 順手也為太太陳佩琪買了洋裝 不過對於朝得沸沸揚揚的 伯多野節一悠遊卡爭議 柯文哲是認為最大的問題 是這個半公半淫的經營模式 阻礙了行銷手法 翻唱女裝行路再看看洋裝食品 老闆陳毅推薦台北市長柯文哲 不囉嗦直接結證 要買給夫人陳佩琪 上你出門前有問一下太太 想要什麼樣的衣服 因為她穿的就是這個袋子沒有做 老闆觀察很久了 柯文哲趁假日到萬華參加 一日小旅行體驗猛假的在地民情 但最近悠遊卡用AV女遊當封面 引發爭議 各大便利商店更直接表明 不願意販售 甚至捷運自家商品店也沒得買 這個悠遊卡事件 這個真的要回去再檢討 因為如果它是百分之百民營 其實以這種什麼行銷的手法 這種打純粹商業的促銷 它這個是一百分 可是如果它是一個公營的公司 甚至要在議會監督裡 那這個就實在是讓長官在充滿了政治危險 柯文哲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公司股的分配比例 半工半營的經營模式會阻礙商業促銷 銅爐的挑出來巨賣恐怕會影響銷售 是否應該先下架處理 會推出一系列的這種卡片 這只是其中一個 我都覺得 對啦 以前我每次講說 流血怎麼辦 要游得比較快 就不要讓刷鯊魚吹上 所以應該是把他們一系列的 優惠卡的那種樣式推出來 再度拋出新觀點 可是鯊魚說 面對爭議必中就輕 驚人之語 就是想快點淡化 議題熱度 郵電TV尤家瑋 實用配黃慧珍 台北報導